带族姑娘和野牛 依兰兰是西双版纳的一位带族小姑娘 她最喜欢在春天的时候溜到山谷里去玩了 那里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野花,非常的漂亮 爸爸,我想去山上玩,可以吗? 嗯,好的,不过你可别跑太远,一定要小心点啊 嗯,我知道了 哇,漂亮的花朵开满了整个山谷 我要采一些回去送给我的爸爸 就在伊兰兰高兴地在那里采野花时 突然不远处的草丛里传来了一阵某某的叫声 咦,什么声音?好像是小牛的叫声哦 这里怎么会有小牛呢? 伊兰兰向声音发远处走去 哎呀,还真有一头小牛在这里呢 这头小牛全身长着金黄色的绒毛 眉心有块洁白的花斑 四只脚也是洁白的,像穿着白袜子 不知为什么她的两条前腿流着血 啊,小牛,你怎么受伤了呢 可怜的小牛,你一定是不小心从高高的石砍上滑下来涮伤的 伊兰兰拔来一些绿草 捧来喂食了小牛 小牛,你现在受伤了 我回家让我爸爸帮你治伤好不好啊 嗯 你答应了 那你就在这里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小牛,我们马上就回家了 我爸爸一定会将你的伤治好的 伊兰兰专门为这头小牛铺了一个温暖的草窝 好了,药已经敷好了 小牛,你的伤好得非常快 我看用不了多久你就能康复了 小牛,我还给你割来了一些特别鲜嫩的青草 你快尝尝看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吃的 小牛,你爱吃的话,我以后天天给你去割来吃 两年过去了 小牛长成了又高又大的大黄牛 伊兰兰依旧每天带着它上山去玩 这头牛已然成了伊兰兰最好的朋友 伊兰兰,你又带着你的牛朋友来这里散步啊 是啊,它特别喜欢来这里玩 所以我就天天带着它来 伊兰兰,你对这头牛可真好啊 当然啦,它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说是不是啊 哎哟,痛死我了 我的肚子好痛啊 好疼啊,疼死我了 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啊 伊兰兰,你怎么会突然肚子痛起来呢 不行,这孩子好像是得了什么疾病 我得赶快将他送到镇上医院去看诊才行 然而,伊兰兰的父亲走出屋子后 一下子愣住了 家里的那头大黄牛 竟然把自己庞大的身躯塞进车园里 你这头黄牛倒什么乱啊 你拉车怎么能有马拉车跑得快啊 你快给我闪开 快出来 你快给我出来 否则我可就不客气了 爸爸,别打他 黄牛,这是要拉车送我去医院啊 不行,牛跑得太慢了 快离开 就让黄牛拉车吧 别耽误时间了 父亲没有办法 只好给黄牛套上拉索 妈妈抱着伊兰兰坐上车 没用吆喝 黄牛就自动扬开四蹄 在大路上飞奔起来 黄牛跑得又快又稳 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医院 车子一停 黄牛累得大口喘粗气 一下子趴在了地上 伊兰兰兰换的是急性蓝尾炎 多亏黄牛跑得快 要是迟来半个小时的话 蓝尾就会穿口 到那时 伊兰兰就有生命危险了 爸爸,妈妈,大黄牛呢 大黄牛已经回家了 伊兰兰,你刚做了手术 需要休息,等你出院了 就能见到大黄牛了 是啊,这次多亏了大黄牛 要不是它跑得这么快 你可就危险了 医生说如果再晚半个小时的话 你的蓝尾就会穿孔 我就知道大黄牛是最棒的 几天后,伊兰兰出院了 出院那天 大黄牛扇着耳朵 在医院门口等伊兰兰回家 大黄牛,谢谢你救了我 然后,他们一起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伊兰兰从医院回到家后 依然每天都带着大黄牛 去山坡散步 这一天 伊兰兰又像往常一样 带着大黄牛来到了山坡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一只狼正悄悄地朝他逼近 伊兰兰,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我要带大黄牛去山坡上走一走 伊兰兰,难道你没听说吗 最近山上下来了一只狼 你怎么还敢到山坡上去啊 是吗 我天天都带大黄牛去那里玩 可从来没遇到过什么狼啊 伊兰兰,你可别大意啊 听说,那只狼 已经咬死了好几只羊了 嗯,谢谢您们 我会小心的 大黄牛 大黄牛,你自己在这里先吃着 我去给你割一些嫩草 带回家吃 你可别乱跑啊 嗯,这些草足够大黄牛美美地吃上一顿了 嗯 狼,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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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命啊 哎呀 哎呀 这时候 寨子里的人纷纷赶来 那只狼已经跑得远远了 但黄牛却激紧小心地 注视远方逃跑的狼 真怕叶兰兰被再一次受到惊吓 叶兰兰,你有受伤吗 你没事吧 爸爸,我没事 是大黄牛救了我 大黄牛,真的很感谢你 救了我的女儿,谢谢你 大黄牛,谢谢你